第八百二十二集 但是 四长老释放的 毕竟是范围攻击啊 在感受到不对之后 他已经做出了调整 因此依旧有一些幽冥剑 朝着二人展来 王秋尔相对的双掌 猛然向外推出 哦 嘹亮的龙音声 在那大片幽略光芒内 一团金光骤然向外爆开 那充满了狂烈味道的强大龙力 就像是一颗高爆弹似的 绽放于绿光之内 哭哭哭 剧烈的轰鸣在空 几乎是不见端的响起 一道道幽冥见光 不断被弹开破碎 天空霍玉号和王秋尔的身体 虽然也在同时后退 但是他们的气势 竟是丝毫不比对面的 封号斗罗弱 雷内南水水和南秋秋 已经被抓到了三长老身边 两根锁链困住二女 那是能够限制魂里的魂倒气 魂地以下修为 根本没办法在他的限制下 施展任何能力 在三长老眼中 南水水此时有灭魂伞限制 南秋秋不过魂王修为 有这个魂倒气限制就足够了 南水水对此并没有任何反抗 他的眼神一直专注于这场战斗 更是不时流露出赞叹之色 三长老和四长老或许对正在战斗的霍玉号 王秋尔没印象 可是亲自带队参加全大陆青年高级浑石精大赛的南水水 又怎么可能对他们没印象呢 一个是史雷克学院战队的队长 另一个则是唐门战队的灵魂人物 能够参赛就意味着在猜赛时 他们还不到二十岁 年纪和自己女儿相差无几 可是就是这样的年龄 他们却已经展现出了一代天舅的特质 南水水以前一直认为自己的女儿已经很出色了 但是和眼前这二位相比 南秋秋的差距实在是太大太大 两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男女 联手之下面对封号斗罗竟然能支撑数次碰撞 而且丝毫不落下风 还让那封号斗罗有些狼狈 这要传出去是何等骄傲啊 当然 此时的霍玉号和王秋尔 一点都不会为了这份骄傲而兴奋 四长老带给他们的压力 实在是太大了 九环封号斗罗 霍玉号一直都知道 这样的存在实力是极为强大的 在史莱克学院 他也认识众多封号斗罗级别的强者 其中还包括不少超级斗罗 可是真正面对一位封号斗罗的时候 和认识就截然是两个概念了 四长老那幽冥见五魂给他的感觉 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将他们撕碎似的 只是这一击抵挡下来 霍玉号与王秋尔融合的魂力 都以惊人的速度下降着 找这么下去 他们根本不可能抵挡太长的时间 秋尔 通过精神力 霍玉号呼唤着王秋尔 干什么 王秋尔的回应似乎少了几分冷淡 我有办法吸引他们所有人的注意 稍后 当我吸引他们之时 你赶快走 在这里 凭借你我之力 想要冲出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机会只有一次 我给你制造 大不了就是被他们抓起来 你回去圆球员 再想办法救我就是了 霍玉号的声音很平静 更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王秋尔沉默了 没有吭声 秋尔 你听到我说的没有 霍玉号赶忙 催促着问道 时间并不多了 王秋尔叹息一声 好 只是面对一位封号斗罗 他们都已经应对得如此吃力了 更别说 还有另外一位的存在 霍玉号深吸口气 双手向侧面一拉王秋尔 王秋尔滴溜溜旋转一周 就已经和他来了一个 移行换位 变成了霍玉号在前 王秋尔在后 但和先前霍玉号 只是用双手 估在腰间不同 王秋尔到了霍玉号背后 双臂就直接 在他腰间合拢 从后面抱住了他 整个郊区 就那么贴合了上去 贴合得毫无缝隙 王秋尔的郊区 温暖而充满弹性 他的双臂缠绕得很有力 从后面抱住霍玉号 却没有给他任何束缚感 只有一种难言的安心 澎湃的魂力 从王秋尔体内 全力向他注入 而王秋尔自己 此时却像是望着了眼前 设在战场上 侧过头 轻轻的经面旁 靠在霍玉号的颈尖后面 紧紧贴合 淡淡的处子清香弥漫 身后那动人的郊区 哪怕是在这生死存亡的战场上 已久令霍玉号 有几分心缘鸡马 秋尔 霍玉号的心 暗暗地呼唤一声 对不起 如果我没有遇到冬儿 或许 可我的生生世世 都已许给冬儿 就让我用这最后的时刻 彻底断绝了你内心的念想吧 未来 好好活着 找一个疼你 爱你的人 忘了我 一抹决然 已经在霍玉号眼眸闪耀 这一刻 她双手在自己身体两侧 自然下垂 一头黑发乌风自动 凝润的双眸之中 开始有荧光湛染 一抹思念 开始弥漫于她眼神之中 冬儿 霍玉号笑了 她的精神意念 在这一刻似乎已经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 她的大脑的精神之害 瞬间就掀起了百丈波涛 伊莱克斯老师 恐怕我要让您失望了 我没有办法再传承您的衣钵 冰笛 天门阁 玄女 对不起 我不能再带着你们朝着未来的神之路冲击了 当我旅去之时 我会将你们转给丘尔 丘尔的天赋不下于我 在她体内 竟然拥有着和我一样的命运之力 更有着纯粹的神龙血脉传承 未来的她 应该能够比我更容易进入到那个层次 你们的力量 我会在最后时刻传递给她 你们跟随着她 继续朝着那个方向迈进吧 这些年 谢谢你们 是你们 让我从一个平庸少年走到今天 眼神霍玉浩满是惭愧 可是在她那眼神深处却只有纯粹的坚决 精神之海内 冰地荒了 属于她的那部分本源之力疯狂调动 想要阻止霍玉浩疯狂的行为 精神之海内 天梦冰残同样也荒了 她在怒吼着笨蛋儿子 金色的泪水却不停流淌 原本悬浮在霍玉浩背后的雪女 背骨强大的力量重新吸回体内 也进入到精神之海内 已经有十岁左右小女孩模样的雪地 原本巧笑奄然的眼眸 多了一抹悲伤 也似乎多了一抹灵动 可是她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在这精神之海的世界 霍玉浩才是真正的主宰 这份主控权当初还是天梦冰残 亲自让给她的 而此时此刻却成为了对她们最大的限制 在这一刻 她们都已经明白了霍玉浩要做什么 但是却是谁都无法阻止她 霍玉浩的三只眼毛是那么的明亮 远处东方天际渐渐亮起的那一抹鱼杜白 也根本无法与她那如同繁星棒的眸光比拟 四长老身上 一道道幽明见光 不断朝着霍玉浩这边展来 但诡异的是 无论她的攻击有多么的密集 有多么的强势 却只能是从霍玉浩身边掠过 在霍玉浩身上 似乎有着一种 物与伦比的强大力量 始终守护着她 不让任何外地侵入 一道淡淡的光影 出现在霍玉浩背后 然后虚弦而起 这道身影就是她自己 淡金色的霍玉浩光影 此时显得平和而沉静 闭合着双眼 盘膝而坐 双手在身前 食指和大拇指合成心形 其一的金色光雾 就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光影上开始生腾 不 那不是光雾 应该是火焰才对 燃烧着的火焰 周围的一切都亮了 就像是清晨提前来临 买一名携军魂倒师团的魂师们 在这一刻 都有种难以名状的感动 他们甚至拿不动手中的魂倒器似的 把这些凶器一一放下 只是目光呆滞地看着 那头上虚弦着自己光影 并且在缓缓燃烧着的男子 这一刻的霍玉浩 看上去是那么的高大 他的眼神高傲 仿佛是在俯瞰众生 他的笑容平和 似乎又带着对着一切敌人的不屑 他在燃烧 在燃烧自己的精神之海 他疯了吗 竟然还可以这样 无论是三长老四长老 还是刚勉强 从灵魂冲击恢复过来的乌语 看着霍玉浩的眼神都充满了震惊 魂师在面对极度危机的时候 有时候会选择燃烧自己的魂力 以产生强大的攻击力 可一旦燃烧 就很难终止 就算终止了 修为也会大损 很可能会造成终身的创伤 若是不能够终止 那么就会一直魂力燃烧到枯极而死 因此 哪怕是面临绝境 也很少有魂师会选择燃烧自己魂力的 至于燃烧精神力 燃烧精神之海 更是闻所未闻 精神力 灵魂 无论是在魂师的圈子 还是在魂导师圈子 都依旧是十分玄妙的存在 没有人能说得清楚 它究竟是什么 哪怕是精神系的魂师 在修为不足之前 对精神力都只是一知半解 乌宇对精神力的了解 倒是足够深刻 可是要让他点燃自己的精神力 他是绝对不敢的 精神力与灵魂息息相关 精神力一旦点燃 想要控制 必燃烧魂力 更要千难万难 魂力燃烧控制不了 人死了 起码灵魂还在 可精神力燃烧起来 几乎是必然控制不了 而最后的结局 只能是行神举灭呀 这家伙疯了吗 我们也没说要杀他呀 乌宇并不知道的是 霍远昊之所以 毅然决然地做出这个决定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他自认亏欠王秋儿太多 在这危机关头 王秋儿又来救他 说什么他也要保护 王秋儿的安全 把王秋儿送走 而这就需要足够 强大的力量才行 其次 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来自于乌宇的威胁 风铃被变成老宝 在霍远昊心中 形成了严重的阴影 他宁可行神俱灭 也绝不愿意成为第二个风铃 这也是他能定下死至的 重中之中 左脚向前踏出一步 霍远昊那盈润的双眸 突然变得柔和起来 一道金色光影 悄然出现在他背后 和从后面抱出他的王秋儿相比 这道身影 看上去要纤细一些 头发是直发 可不正是王冬儿的形态吗 他悄然前飞 做出拥抱的姿势贴上 融入 与霍远昊合体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也正是从王秋儿身上经过 王秋儿全身一战 美眸中多了一份欺然 在这生死唇亡的时刻 他心中依旧只有他呀 冬儿光影融入 霍远昊的目光变得更加柔和了 在这一刻 他那双眸之中 已经没有了眼前的敌人 有的 只有思念 思念 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思东泉 思如泉涌 一种说不出颜色 但又仿佛拥有着全部色彩的光芒 凝聚成全 霍远昊似乎没有目标 就那么一拳轰击在空处 但是 就在这一拳轰出的时候 包括两位封号斗罗 一位魂斗罗级别的三位协婚师在内 所有人却都感觉到 那一拳仿佛是轰向自己 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 瞬间在他们心中蔓延开来 四长老首当其冲 他就是此时霍远昊正面的敌人 幽冥剑竖起 第七魂魂光芒闪烁 四长老的身体 瞬间化为一道乌光 融入到剑身之中 紧接着又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幽冥剑上附带的九个幽冥灵魂之中 第二个破碎 先前的紫色剑影也随之出现 整个空间剧烈的一阵 四长老刚刚完成五魂真身的幽冥剑 竟然就那么在震荡中荡起 紫色剑影居然被一股莫名的力量 硬生生的重新压毁了幽冥剑本体 消失不见 而空中那些已经退开相当距离的 协军魂导师团成员们 一个个却是不知道受到了怎样的感染 一个个泪流满面 情绪不能自已 甚至连飞行都有些控制不住了 他们手中的魂导器 纷纷从掌征跌落 如同一片钢铁支雨般 落向城内 此时此刻 这些魂导师们心中唯有思念 思念着他们最爱的人 一切战役皆无